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那我们就开始这个礼拜的量子资讯专题演讲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中央大学资工系的江振睿教授 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江老师 那江老师在95年在清华大学资工系 拿到博士学位 那之后他就到了几个地方 有先到中原 那还有到玄奘 然后来就到了这个中央大学任教这样 那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谈的就是 如何解这个NPHA的这个问题 用这个量子资讯专题的方式 好 那我们就欢迎这个江老师 好 谢谢陈老师的介绍 那当然最感谢陈老师的邀请 因为陈老师还提供我Bricket的这个账号使用经费 让我的学生可以做出一些小小的研究成果 那等一下我就会分享他的这些研究成果 那我想我就分享我的投影片 然后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做这个研究的心路历程 还有最近的初浅的初步成果 那陈老师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来分享我们在解决NPHA问题 用这个Quantum N010来解决NPHA问题的一些研究心路历程 那这是我跟我的一个研究生朱俊伟 他现在正在做 那所以目前只有一点初步的成果 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以下是我的大纲 那这个大纲里面呢 我们会先讲什么是NPHA问题 那能然后再介绍什么是Quantum N010 然后再说明如何用NPHA的 如何用QA来解决NPHA问题 然后我们再讲一些简单的例子 然后最后是结论 那因为陈老师刚也提到说 大部分是物理系的同学 所以我就把这个NPHA问题这个说明稍微多一点 那物理系同学可能比较熟悉的Quantum N010 我就讲了稍微少一点点 那我们先讲什么是NPHA问题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问题的分类 那问题的分类不容易做 所以我们导过来用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演算法 来替这些问题做分类 那因为我本身是教演算法的 所以我这个是在我们之工系 是一定是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分类的一个情况 那这分类里面有分为P问题 就是这个白色这一块 还有NP问题就是绿色这一块 还有一个NPHA是黄色的 然后NPHA还有一个NPHA跟NP交接的 这个交集的这个红色这一块 叫做NPComplete 那基本上NP问题呢 就是说可以用我们传统的一般的演算法 在多项式时间里面把它解决掉的这个问题 叫P问题 那NP问题呢 就是说可以用一种想象的演算法 它叫做non-deterministic prenomial algorithm 想象的这种非确定性演算法 那等一下我会介绍 定义什么叫做非确定性演算法 然后用这种演算法在多项式时间里面 把它解掉的这种问题 我们就称为NP问题 那假如所有的这个NP问题 都可以变换为某一类的问题的话 那那一类的问题就叫NPHA 那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所以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在这一页讲清楚 所以等一下会讲到一个问题 变换的概念 这个在职工系里面 是大概是大三大四以后 都会知道的一个概念 那很好用 等一下我会介绍 然后最后我再介绍NP系问题 就是刚刚讲这个绿色跟黄色交集的部分 这个NPHA的这个 NP Complete的交接的部分 就是这个NPC 好 那我们首先就来介绍一个人 那这个人叫Cook 那这个是在我们职工系没有诺贝尔奖 不过我们每年会有一个杜琳奖 Tuning Award 那这个在职工系得到杜琳奖 大概就是整个在计算方面 是最有名声的一个教授 所以这个Cook这一位教授 他在1982年就得到这个杜琳奖了 所以他的贡献非常非常大 那基本上他得这个奖 就是他提出一个定理 我们当然把他成为Cook Theory 在1971年就提出来了 那他在1982年才获奖 这可能跟诺贝尔奖有概念一样 就是在过去十年间或者数十年 然后能够创立起一个学门 有很大的这个贡献才会得奖 那这个定理啊 把它简写成这句话 叫做NP等于P if and only if SAT belongs to P 那这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概念 那基本上呢 等一下我会稍微花点时间解释这个概念 那他其实是在做一个问题的分类 而这个分类里面呢 他定义了第一个所谓的NPC问题 我们称为SAT问题的 这个叫做Satisfiability 就是满足问题 然后他又 他的这个证明是做了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转换 就是说每一个NP问题都能够变转为 这个Reduce to等一下也会介绍 都能够变转为SAT问题 那因为他是第一个做这种证明的人 所以根据他自己的定义 只要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变转为SAT问题 那他就是NP Complete问题 那所以他就是第一个NP Complete问题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他就是靠这个定理就得了我们的杜琳奖 那后来呢 比较晚的时候呢 那很多博士生在毕业的时候 就根据这个定理去证明其他问题也是NPC问题 那这样可以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再过了几十年呢 那有一些硕士生就去证明说啊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根据这个概念 证明他是NPC问题 那可以获得硕士学位 那到现在呢 我们的学生呢 透过这个同样的概念去证明某一些问题是NPC问题啊 他可以得到一个成绩啊 就是这个作业有佼佼的成绩了啊 所以基本上啊 科技进步的很快啊 不过他这个定理的影响蛮大的 就我们到现在每一个学生都还在用这个定理做一些证明啊 好那当然这看起来有一点细节啊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细节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这个啊 什么是SAT问题啊 就是这个Satisfiability问题啊 满足问题 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逻辑式啊 给定一个逻辑式啊 逻辑式当然就是一个布林变数啊 Si或者是Lsi bar啊 那有一些子具 这些子具就是一些啊 布林变数用或的方法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还有最后我们的布林式成为formula啊 那这个其实是很多的cross啊 透过且的这个所谓conjunctive form的 方法就是且把它连结在一起的啊 那我们这边有个例子啊 所以有一个formula或者有一个布林式子啊 它就是三个cross的啊 三个子具连在一起的 用且把它这个组合在一起 那第一个cross呢 那第一个cross呢 有三个布林变数 用或把它连结在一起啊 那第二个只有这个子具只有一个布林变数啊 好那我们就是给你一个布林式子 要你决定它是不是可以被满足的啊 什么叫可以被满足呢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设定啊 像这里找到一个设定啊 负S啊 负S1负S2啊 或者是说非S1非S2啊 S3就可以使他满足啊 使他满足就是使这个布林式子是真啊 是true啊 那这个非S1非S2S3代表的意思就是把S1设为FORCE S2设为FORCE S3设为True啊 就使他变为真啊 那可以请大家可以试算一下啊 这个FORC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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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那这个是FORCE 反向又变True 啊 这个是FORCE 反向又变True 啊 所以三个式子都是True 这个所以这个formula就是True啊 所以很我真呢 那这个formula是可被满足的啊 那基本上呢 那用古典的演算法要解这样的问题啊 那他需要2的N次方 就是你有N个变数 你需要2的N次方用暴力解啊 就是买一个真假值都带进去 然后验算看看 他有没有这个可以被设为是这个被满足的啊 就是说他是不是True 那这个当然很明显的啊 在古典演算法 他是Exponation Time Complexity啊 就是2的N次方啊 的一个指数时间的一个时间复杂度啊 所以这是很典型的 是啊 Intractable Problem啊 就是很难解的啊 要2的N次方的暴力法才解得出来的问题啊 好那啊 这个Cook博士就是从这个问题着手啊 他证明所有的NP问题都可以变转为这个问题来解啊 那所以这里又引发新的概念啊啊 什么叫做NP问题啊 然后什么是变转啊 等下我们都要来说明的 好那我们看下一页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明什么叫做啊 非确定性演算法啊 那我把它简写为NDA啊 这个非确定性演算法啊 那他跟我们传统的古典啊 就是大家假如说啊 同学们或者是啊 老师们有听说过这个Deterministic AdWords啊 就是我们一般在看到的这个演算法 确定性演算法啊 就是现在的古典电脑可以计算的演算法啊 就是一个确定性演算法啊 那那Cook博士所想象出来的这种非确定性演算法 NDA啊 他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里面啊 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啊 他会猜东西啊 他或者是选东西选答案啊 所以等一下我会有一个例子啊 这个非确定性演算法里面的例子 就是用Choice来选答案 然后第二阶段呢 他有一个啊 Face呢 是这个判断你选的答案 对不对啊 那对的话就Return Success 不然当然就是Failure啊 那很特别的是 这个Cook博士想象的这个机 这个这种演算法里面呢 他有一个假定是说 假如等一下有办法让在检查的时候让你的答案是对的 那你的Choice啊就一定要选对啊 那这个好像是魏卜先知一样啊 所以他理论上他就是一种想象中的演算法啊 不过他很有用啊 他让Cook博士得到的这个杜琳奖啊 那所以他的这个假设啊 Always make a correct choice for returning success啊 If it is possible啊 那就是这个就是NDA很重要的一个啊 一个假设啊 就好像你找到一个阿拉丁神灯啊 那你把他呼唤出来 叫阿拉丁神灯的精灵选一个答案啊 那他一定会选对啊 只要等一下你能够成功 那什么时候会猜错 就是这个你所有的解答 不管你怎么猜都不可能成功的时候 那他就随便猜了 那时候才会失败啊 所以这里这个假设非常重要啊 那这个也是啊 Cook博士的整个Cook Searing的一个很关键的假设 那我们再往后看 那有了这个NDA演算法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来看一些NDA演算法 跟其他的演算法的有什么不同啊 那我们说这个NDA演算法 是一个想象中的演算法 他有很强的假设嘛 那目前其实他要执行NDA演算法 这种机器是不存在的啊 那现在古典的机器能够执行的 就是刚讲的那个DA啊 这个确定性演算法啊 这个NDA演算法是想象中的 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存在 来执行它啊 那所以呢 假如说真的要执行 所谓的NDA演算法 那你一定要所谓的 unbounded parallelism 要无穷的程度的这个平行化 才有可能达到 意思是你瞬间 你把这个所有答案 偷偷去做检查了 那看看哪一个可以让他成功猜对的 你就做那个选择 那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 那在在好久好久以前啊 在大概啊 一二十年前啊 我开始教这个演算法的时候 其实我就看到这一句话啊 他说quantain computation may be an approximation 那那时候我就引起我的好奇啊 就说哎 这个量子计算可能可以逼近这种所谓 NDA演算法啊 的执行机器 那我就非常好奇 所以我就啊 多多少少就注意这个quantain computing的这个啊 进行的一个研究的趋势 那后来当然最近这个quantain computation 比较成熟啊 那我们都用得到机器啊 比如说IBMQ 或者是啊 这个Dweb的这种啊 quantain analysis啊 那我就开始尝试的 想真正的啊 研究一下啊 什么是quantain computation 然后当然尝试的未来也会做一个研究 他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能够执行我们这个想象中的NDA演算法啊 目前看起来也还只是一种逼近啊 那当然希望科技更进步啊 那NDA演算法就变成可以在quantain computer上面执行的话 那整个我们这个啊 所谓的非确定性演算法就会很不一样了 那蛮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那也是因为我注意quantain computation的进行啊 所以就啊 啊 引发了今天的这个小小的研究啊 就是我们同时间我也做了一些工艺4.0 智慧制造的研究 那里面有一些啊最佳换问题需要很大的计算能量啊 那我一直用古典演算法没办法求得很好的解啊 那我就想到是不是用量子计算来求解啊 看有没有可能达到比较好的这个答案品质啊 那当时当然这个啊 啊 IPM的量子电脑啊 那等一下会提啊 那他这个位元素比较少 那啊 Dweb 的这个quantain and near的啊 位元素比较多了啊 当然这个位元素多管这样比是不公平的 不过当时我就想说这个试试看位元素比较多 然后它是专门是解最佳话问题的这个DV的机器 想解一些问题 那等一下我会报告一些我们解问题的一些初步成果 跟各位分享 那这个我们再往下回到演讲这边 那NDA演算法它什么时候有用呢 因为它帮助我们定义一个特别的这个一类的问题 叫NP问题 所以有了NDA演算法 我们NP问题就定义出来了 那什么叫NP问题呢 就是说假如有个问题 可以用非确定性演算法在多项式时间复杂度 也就是它解决问题的步骤数是 写出来的那个分析出来的数学式是多项式 而不是那个指数次方的这个数学式的话 那这种问题我们就称为NP 分别是non-deterministic的N加上polynomial的这个P 这边的polynomial其实是省略了polynomial time complexity 两个字 所以NP问题就是可以用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 time complexity algorithm所解决的问题 好那这里有特别把这个time complexity写出来 好那这个是跟各位分享的这个NP问题的定义 那我们底下再看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个SAT问题 我们假如把它用NDA演算法把它写出来 它就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多项式时间的这个演算法 它只需要N步 那N就是N的一次方的多项式 那它的确是一个非确定性多项式演算法 那我们看它怎么做 那它做法是这样 它先这个演算法 我们先把它取名叫NDSAT 那这是一个input 它有一个布林式子 有N个变数 那我们要回答这个式子是不是可被满足的 那是的话就return success 不然就return failure 那所以刚刚有讲过 这个非确定性演算法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拆 那这里有要拆N次 因为有N个变数 分别是真或假 所以它要拆N次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看看 第一阶段做的那个猜测 那个N个变数的真或假的这个猜测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F的这个布林式子是true 假如4的话 那当然表示它可被满足的 那我就return success 不然我就return failure 这个就是两个阶段 先拆 然后再检查 拆看看答案是不是拆中了 能不能成功 那它刚刚有个很强的假设 能成功是一定会拆对 除非它没办法拆对 它当然就乱拆 那结果当然就是failure 好那以上就是一个非确定性演算法 那而且它是多像是时间复杂度的 所以它的确是一个NP演算法 那SAT问题可以用NP演算法来解 那所以我们就确定了SAT问题就是NP问题 所以我们就找出了一个NP问题了 那就是SAT问题 我们或者证明说它是一个NP问题 就是替它写一个非确定性演算法 而且是多像是时间的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往后看了 那我们的SAT问题有几个facts 就是Dr. Cook 他证明了这件事情 他证明了说所有的NP问题都可以变转 为SAT问题 那这根据Cook博士自己的定义 他说这样子SAT问题就是NP 这是Dr. Cook自己定义的 那当然他也是第一个这样证明的 所以SAT问题也是第一个NP问题 然后Dr. Cook自己又做了一个定义 他说他已经证明他是NP问题 而且NP问题本身又是NP问题的话 那他就是NPC问题 那这个有点绕口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红 绿色交集黄色等于红色的那个NPC问题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太特别去强调 那这个有兴趣的同学或老师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我投影片或者在上网查一下 不然这个会占掉太多时间 那Cook博士他就根据他自己的定义 还有他自己做了这个严谨的证明 那所有的NP问题都可以变转为SAT 那SAT就是第一个NP 也是第一个NPC 那我们在职工系的同学都知道 就有一个问题 被你归为NP或被你归为NPC 他就是属于难题 那我都开玩笑跟同学说 就你老板叫人解个问题 那你都解不出来 没有那个多项事时间的 有有效的这个解答的话 那你有两条路可以走啊 那第一条路就是摸摸鼻子辞职啊 这因解不出来啊 老板说你解不出来辞职的话 你就摸摸鼻子走人 那第二条路就是你证明老板给你解的题目是NPR 那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这是真正的难题了 大概当前世界上啊 没有任何演算法可以把这种这个被你证明为NPR 或NPC的难题给解答掉啊 那这样你就可以留下来了 那在早年你还可以因此获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啊 那现在至少你可以留在公司里面不用走人啊 所以这个在在我们这个领域来看就是我们利用这种方法来归类一种难题 就是你证明它是NPR或证明它是NPC啊 那它就是难题啊 好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啊 一个示范啊 就是呃NPR跟NPC啊 他们其实有互相转换的一个概念啊 那这个互相转换的概念会变成有 我喜欢用一个成语啊 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啊 就是有一堆的啊 这NPR跟NPC他们可以互相转换啊 所以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个演算法啊 呃对不起 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个问题可以被确定性演算法啊 就是这个正常的不是想象中的那种确定性演算法 在多项时时间里面被解掉的话 那么所有NPRNPC就全部通通被多项时时间里面解掉了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想是库克博士的一个贡献啊 他把所有问题归类成一起啊 那他们其实都或都具有同样的时间复杂度啊 那这里我们讲的时间复杂度是多项式跟非多项式啊 那我们这里讲的非多项式其实就是指数啊 或者是阶层啊 这个在我们职工系看到的这种问题就是呃 觉得这个是难题啊 一定要用指数时间来解或者是阶层时间来解啊 好 那呃 这里就是刚讲的啊 他们有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这个概念啊 假如SAT啊 可以被多项式时间解掉啊 被一个DA啊 就是传统的确定性演算法解掉的话 那所有的NP问题啊 当然还包括他自己啊 NPC问题跟NPR问题 通通都可以被啊 通通可以被多项式时间里面解掉了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做问题的这个转换啊 Reduce to啊 呃 因为这个证明其实是呃很有智慧的啊 这个要证明所有的其实是非常困难啊 但是Cooker博士做到了啊 呃 当然证明我们没有时间讲 我们来看他的基本概念就好了 好 那呃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变转啊 那这个问题的变转啊 呃 在这边啊 那我喜欢用一句成语来描述啊 就是这个啊 三不转人转啊 那人不转啊 心转啊 那怎么样你转个念啊 啊 其实就问题就解决了 好 那这边也是一样啊 你碰到一个问题A 啊 我们用蓝色来表示这个问题A你不会解 那我就想办法呢 把它转成问题B来解啊 那有时候就解掉了啊 那怎么转啊 你首先要把问题A的input 先转成问题B的input啊 那这样才有可能啊 解答吗 那转成问题B的input之后 你就找了啊 我们问题B用红色来表示 你就找了一个红色的演算法 可以把问题B给解掉啊 假设这个问题你找到了 那你找到个演算法 把问题B解掉之后呢 你就得到问题B的答案 啊 那当然问题B的答案会跟问题A的答案格式不一样 这时候你再透过一个绿色的转换把它 把问题B的答案转回问题A的答案啊 那这里呢 等于我们就把问题A给解决掉了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 库克博士他整个在问题做转换的时候的一种转变过程啊 那这个转变过程非常的聪明啊 那大概也就是他的库克斯耶伦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当然靠这个他就得到我们这边最高荣誉的这个杜琳奖啊 好 那所以这个转换的时候 因为这个A跟B这个问题 我们在分类上是以多项式时间跟非多项式时间 也就是指数时间或阶层时间来分类啊 所以在我们做绿色的这个所谓的问题的输入的转换 跟问题输出的转换的时候 要先确定它是多项式时间的这个转换啊 哎不然的话你这个呃 不是多项式时间转换的时候 那会让这个问题的分类在多项式跟非多项式的时间就会 这个界线就会啊模糊掉了啊 就就不再区隔清楚了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变转啊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说 哎这个演算法B 解决问题B的演算法啊 你可以假设他在啊 但他可能其实还没有设计出来啊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概念啊 就是所以我们其实只是用演算法的存在啊 来做问题的分类啊 这个演算法你可以假设他已经存在了啊 那这个是蛮特别的概念啊 大家可以啊仔细想一下 那不过我们也不再往下讲细节啊 因为花掉太多时间啊 那像所以我们假如能够一个问题可以啊 我们用一个这个符号reduce to啊 啊那我们会念成poinomially reduce to b啊 a poinomially reduce to b啊 就是a可以用多项式时间啊 的变转为b来解决的话 那表示b比较困难了啊 因为b被解掉了啊 我们b用一个演算法把它解掉 那a就解掉了 但是a解掉了啊啊 这个问题变转的这个关系 并没有保证啊b就被解掉啊 所以这个其实b是比较难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有这个概念了以后呢 就是a reduce to啊 因为那个reduce to啊 呃 我早年在呃 大学时期这个reduce to这个名词啊 这个动词也让我困扰啊 这个a reduce to 好像变成我把它直译为a 简化为b啊 那这样会误解的啊 所以其实是a多项式变换为b啊 所以这个reduce to 其实是有点像大于等于这个符号一样啊 这边是a小也等于b一样啊 开口在b表示b比较难啊 所以b是比较难的难题啊 好 那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变转啊 就很有用了啊 那这个啊 呃 Dr. Cook 博士啊 他先证明了所有NP问题啊 都可以变转为SAT问题啊 所以SAT比较难嘛啊 所以意思是SAT解掉了 那就是所有的NP问题都解掉了啊 那所以这个是是一个啊 所以我这边所谓解掉 就是多项式时间用5点的确定性演算码解掉啊 所以这个概念 他做的这个证明非常伟大啊 因为他证明了所有NP问题 都可以变转为SAT问题啊 那在这个之后呢 就有非常多的研究学者看到 哎 那我能不能从SAT着手 我就证明SAT可以转换为变转为别的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着色问题啊 啊 还有这个click啊 全连接图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vortex cover啊 点覆盖问题啊 dominant set问题 这都是我们在资工系里面非常有名的这个难题啊 那都透过这个同样的技巧去做变转啊 当然这个一个问题对一个问题的变转的证明 简单很多啊 因为这是AVAV21啊 这个是1图1 简单很多啊 好 那这个证明 这一连串的证明就表示说 哎 那个啊 SAT可以变转为click啊 所以click比较难啊 所以click解掉了呢 SAT也就减掉了啊 所有的NP问题也就解掉了啊 那以此类推 箭头的越后面越难啊 那很有趣的是说 那 Cook博士又定定义了一个叫NPC吧 那那那这个动作叫NPH啊 就是所有的问题可以变转为某一个问题的话 比如说 所有的问题可以变转为SAT的话 那SAT就称为NPH 那NPH本身又假如自己也是NP的话 那他就称为NPC啊 NP Complete 那NP Complete 所以我们刚就说他是一个啊 一人得到机权升天的小团体啊 因为他们本身都是NP 也是NPH啊 所以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Dominating SAT是一个NPC啊 因为他是NPH的 那他本身其实啊 我们这里没有证明啊 就是他 但是我们可以啊 大概这个大家很容易知道 就是Dominating SAT也是NP 那所以Dominating SAT他就是NPC 那我们假设这个NPC啊 他得到了啊 他一人得到 也就是他被这个多项式时间用低演算码给解掉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NP就可以变转为他解掉了 那就机权升天了 所以啊 所有NP都解掉了 那当然NPC也属于NP吧 那他也就解掉啊 所以我们说NPC就是一个小圈圈啊 一人得到机权升天啊 他们可以互相转来转去啊 那怎么说呢 SAT可以转为Dominion Set 啊Dominion Set本身也是一个NP啊 他当然也可以变转为SAT吧啊 所以这个这个后面可以再绕回来的啊 他们就可以互相转来转去 他们是一个啊 一个小圈圈啊 NPC的这个小圈圈啊 那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 在我们职工系里面就构成了一个问题分类的很重要的一个定理啊 好 那后来又有一个学者啊 他叫Kalp啊 那Kalp博士啊 他是啊 证明了啊 他在他在 啊1985年啊 在Kalp博士之后获得杜琳奖啊 那当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他证明了啊 这21个问题都是NPHA啊 或是NPC啊 那当然这个NPHANPC就差一个概念 就是他假如所有问题都可以变转为某个问题 他就是NPHA 那这个NPHA问题本身假如也是NP的话 那他也是NPC啊 那所以Kalp博士啊 他证明了这21个问题呢 都是NPHA或NPC啊 那这个贡献也很大 所以他也获得杜琳奖啊 他在UC Berkeley交述啊 那这个 所以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讲啊 证明第一个的啊 只要证明一个得杜琳奖 那第二个在证明的啊 有点是跟着做的话啊 那其实他这时候他就要证明21个啊 才获得啊一个杜琳奖啊 所以当然开创的人他这个比较困难啊 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位教授贡献都很深啊 至少他们影响我们到现在 我们现在 我教演算法的课都还要讲这些概念 那同学都还要把这里边的某些证明啊 比如说SAT可以转为partition的问题 他还要做一个变转的这个证明啊 那还让我们学生都还在学他们的概念 那这种呃 就是分类难题的一种概念啊 所以只要被证明是MPH的问题 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有效的多项式时间演算法啊 啊 可以用确定性啊 多项式时间确定性演算法 就是正常的我们的古典电脑的演算法 在多项时间里面把它解掉啊 所以这些都是难题啊 那这些难题里面呢 啊我们就想说要用量子电脑来解解看啊 所以我们就挑了几个问题来解啊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量子电脑了啊 哎 所以我们就这里有一个computation model的classification 啊 所以我们计算里面呢 可以分为这个量子计算跟古典的计算啊 那在量子计算里面呢 有刚提到这个Universal Quantum Computing 这个IBMQ这种用QuantumGate 啊QuantumCircuit的这种类别来解的啊 啊那这种微元素目前比较少啊 不过它能解的问题是啊 全面的啊 是Universal的啊 什么问题啊都能够设计成量子电路啊 或者量子线路就能解啊 啊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用量子退火的概念啊 QuantumAnnealing的概念啊 那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解一个最佳化问题啊 所以我们就想说先试试看 用QuantumComputer啊 用试试使用QuantumAnnealing概念 像DwebDweb的这个QuantumAnnealing来解解看啊 啊所以这就开启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 好我好像前面花太多时间了啊 那不过后面大家都很熟啊 QuantumAnnealing啊 这个是啊一个Optimization Process啊 他要找一个Global Minimum啊啊 给一个Objective Function啊 那这个啊 QuantumAnnealing这里我们看到 他用到这个Quantum Tunneling这个概念啊 量子穿睡概念啊 那因为大家是物理系的啊 老师或同学啊 这概念你们都比我还清楚啊 所以这个啊 薛定格方程式啊 我们模拟他通过一个壁垒的时候啊 其实他在壁垒的另外一侧啊啊 他Potential Barrier的另外一侧 其实还有少部分的这个几率啊 这个啊 政府几率还是存在的啊 所以说他能量能量是可以穿透这个啊 Potential Barrier的啊 啊利用这个概念呢 我们来把它用到我们的这个啊 最佳化问题里面 我们会把我们的问题写成这个啊 Hemintonia的一个形式啊 那让这个系统啊能够 希望能够找到这个最低的Hemintonia啊 最低的能量啊 那当然这里有很多的Configuration 或者是这个State啊 那这个State呢 因为有有这个啊 Barrier存在啊 有时候这个要越过这个Barrier 要加热啊 或者要加 外面的动能啊 才能够让它穿越啊 但是有Quantum Tononium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啊 它有少量的几率 有可能会啊 直接穿透这个壁垒啊 那就可以在啊 比较容易的去找到相隔不远啊 这个Quantum Marrier不是很大的话啊 在旁边的这个Global Minima就找到了啊 不会被套在这个Local Minima这个地方啊 那我相信啊 物理系的老师跟同学都比我还熟啊 我就不再搬门弄斧啊 好那那大概是这个概念啊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第一位的Quantum Anial了啊 啊 它就是它创造出这种啊 所谓的退火机啊 数位退火 量子退火机啊 它能够啊 做到这个Quantum Tonoling啊 做到Quantum Anialing啊 那这是它的一些基本资料 1999年就成立了 在加拿大成立了一家公司啊 那在2007年才推出第一台啊 原型机啊 这个Orient啊 Orient啊 这个猎户星座的雏形啊啊 那在2011啊 才有127位元啊 352个Coupler啊 Coupler是把位元跟位元中间啊 来设定它的这个作用的一个强度啊 啊 交互作用强度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到这个2017年 有这个啊 2000Q的这个 大概2000个Qubits的 这个啊 Chymera啊 啊 这个是希腊神话里面的 这个狮 蛇尾啊 狮头 扬生的这个动物啊 然后还有这个Pegasus啊 到2022年这个Advantage啊 这个Phamma Topology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Qubits 要用一些特殊的结构 来排列啊 啊 那这个啊 我们会等一下稍微说明一下啊 那这个当然是T-Web的一些Quantum and the other的一些啊 简单的一个历史资料啊 请各位参阅一下啊 啊 那我们来看它最近两个 啊 Topology啊 就是它的Qubit也有某种特殊的结构啊 这个 摆设下来啊 这个 Chymera啊 还有这个Pegasus啊 啊 那当然 Pegasus 每个Qubit跟其他Qubit可以连接比较多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 问题啊 假如放到这个Topology上面 啊 比较容易可以放放的进来啊 啊 那这个Chymera呢 就比较不容易放进来啊 啊 所以基本上第一位的这个QPU啊 Quantum Processing Unit啊 啊 它就是把量子电脑摆在这个 网格上啊 那这个网格中间有些相连有些不相连啊 那构成它的特殊的Topology啊 那我们最后就要把我们的问题想办法在这个啊 QPU的特殊架构上面把它表现出来啊 然后让它系统得到最低的这个啊 Hemingtonia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对应的最佳解啊 就是minimilation的解答 啊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说明啊 如何去在Quantum Anniator啊 或者用Quantum Anniator的概念来解决MPR问题啊 这是我们所谓的难题啊 难题中的难题啊 啊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是啊 第一位的一个文件说明 他说你只要三个步骤啊 很简单 一二三就好了啊 第一步就是去再建立一个2D的这个Easing Model啊 或者是QBO啊 当然啊 我听到我的一些同事有人念Iasing 有人念Easing啊 Iasing应该是德语发音 那Iasing呢 应该就是一般英语发音啊 啊 不过我想说他是德国人嘛 那我就念Iasing啊 2D的Easing Model啊 啊那这个QBO我也有听人念QBO啊 啊我刚刚早上其实我很努力的查了一下Pronunciation啊 那我发现比较多人是把它念成QBO了啊 所以我还是就把它念成QBO了啊 那等一下我都会介绍一下啊 那第一步就把它做一个啊 Firmulate的动作啊 第二步就是把你的Firmulation啊 把它签到刚刚我们讲的Topology里面 这个叫做Miner Emending的动作 那第三步就是驱动你的这个退火机啊 去做这个啊 量子退火的动作啊 就是自己会在这个啊 通过这个Hemingtonia的这个Energy啊 找到最低的能量啊 然后就可以得到啊打你的最佳解答了啊 那我们再往后看啊 那这个是2D的这个Easing Model啊 那这个是电磁学里面的一个Model 那相信同学都比我熟了啊 那这个当然就有两个Site啊 就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可能有这个南极北极的这个词句啊啊 那假如他们的关系啊 当然有这个Jij的表现啊 他们是相同词句啊 会多少的这个能量的关系啊 或者多少的影响力啊 记录在Jij里面 然后有一个外外加的这个词句加进来啊 叫做Mu的啊 那每一个点啊 每个Site所在的词句 它会跟这个外在的这个词句 有多大的这个交互作用呢 即为Hj啊 那所有的能量啊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不作用力啊 然后这个加上一个负号 要让它这个最小化的话 那就是让这个系统最稳定的存在吧 啊 那这个IJ写的就是 它只跟周围相邻的这个词句作用 那我相信这个物理系都比我还熟了啊 所以我就啊 赶快往后讲啊 啊 那这个Cube呢 实际上是比较偏向我们之工系 这个0跟1的这个模式啊 啊 啊那其实跟刚刚几乎一样啊 啊 那一样有一个 啊 I自己对应的好像外在的这个词句的概念啊 那 但是这个不同的相邻的Site或点之间呢 他也互相作用力的这个存在啊 那所以这个跟刚刚这个Easing model啊 啊他的转换其实是trivial啊 啊所以呃 几乎是一对一对应可以呃自动做到的啊 所以不管是呃 用Cube或Easing model来做最佳化问题的这个modeling啊 他其实都是蛮适合的啊 那当然这个呃有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这是二项式而已啊 Quadratic啊 就是只有两个变数啊 啊那当然这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有点困扰啊 因为我们的变数有时候是啊数个以上的啊 那当然我们想办法再做一些转换 让他通通变得二二项式啊 而且他是二进直的啊 在对我们啊 资工具来讲二进直就是零跟一啊 好 所以这个这种formula跟Easing model的formula啊 是一样的啊 那通通我们把它放到啊 这个量子退火机里面啊 去做一个退火的动作 那放进去之前我们要做一个minor embedding啊 就是把我们的呃 这个刚刚的不管是Easing model 或者是cubeboard的formula 要把它签到我们的啊 Fronten Aneada的topology里面啊 那这里我特地找了一个比较旧的 2008年的一个迁入式的一个例子啊 那这个topology 量子位元的topology比较简单 它就是网格而已啊 它就是latice 好 那我们怎么签进去呢 啊 你看这个E这个这个variable啊 要跟四三二八七六五通通有关系啊 但是我们这个latice比较呢 顶多也只有四个点 邻居可以做啊 这个有有关系的设定啊 就是刚讲的那个couple的设定啊 那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E啊 想象好像扩大为这四个点都是E啊 那我们想办法在这个扩大为四个点 中间是E 我们设立一个比较强的关系 这个叫chain啊 这个chain的关系就是牢不可破的啊 这个关系会让他们E这四个点啊 就是state要一模一样啊 这是最强的chain啊 那这个chain设定以后呢 这E这四个点在变数上面啊 在逻辑上就其实就是四为一个点啊 那所以这个E这个点可以跟三相连啊 可以跟二相连 可以跟四相连啊 可以跟八相连跟七相连 跟六跟五相连啊 那就可以把我们原来couple 或者easing model里面的关系啊 就表表现出来了啊 那所以这个动作叫做minor emitting 那当然我们这个minor emitting 假如要作用在啊 比如说更复杂的这个啊 Camera或者是pegasus的这个topology的时候 会更复杂一点啊 那我们基本上是先采用啊 D-Ware公司所提供的 自动minor emitting的这个啊 函数啊 帮我们做这个动作啊 那当然有也有一些研究啊 来再讨论怎么样比较有效率的 把couple或者easing model 迁到特别的topology里面去啊 好 那啊 有了这个迁入式的动作之后呢 那我们啊 其实有时候会碰到这个问题啊 那这是我学生碰到的啊 那就是 qubits的数量不够多啊 所以我们势必要把问题做切割 那切割之后呢 我们再找一些特殊的 这个比较重要的 呃变数来做最佳化 啊 那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啊 那我们也是暂时用低位提供的函数来做这个动作啊 好 好 那这个是海满托尼尼啊 啊 第一位的他的说明里面啊 他说怎么样从initial海满托尼啊啊 本来占的比重比较高 然后越来越少 然后到这个final就是你设定的那个final海满托尼啊啊 qubal或easing model所设定的 他比重会越来越高啊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quantum annealing的这个过程啊 当你有了这个过程之后呢啊 那你的final海满托尼啊啊 他的比重最高的时候 而且你的能量还是处于最低 那你就得到你的formula里面的最最小值啊 那也就是你的答案了啊 那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啊 quantum annealing解决最佳化问题啊 而我们的NPR问题很多都是最佳化问题啊 的一个啊一个过程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 我们用QA来解决最佳化问题啊 那我们找了几个啊 这个是subsid sum problem啊 就是有给你一个集合 那这集合啊 把它取一个子集合出来啊 这个集合是一些整数的集合了 那取一个子集合出来 那这个子集合希望他的 数值的总和啊 刚好是一个啊 你的目标值T啊 啊 那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q吧啊 就是哎 这个s i 就是哎 d i 个元素啊 那这个x i 表示你有把它取出来 他可能是零就没有取出来啊 一就是有被你取出来 子集合里面啊 那我们把它全部加总起来 那减 T 啊 做一个平方啊 那呃平方就是啊 等于是绝对值啊啊 的概念啊 啊 那你就可以当这个子最小的时候表示啊 那你就得到我们的sacessan的解答了啊 那是因为是平方嘛 所以符合我们的二次二次式quadratic的限制啊啊 那的确我们就很容易找到最佳解啊啊 那还有这个最有名 当然大家最喜欢用massima cut 来做这个例子啊 就是有一个graph啊 那这个graph里面呢 你要把它分两半啊 啊那这两半里面相连的这个这这两个子 这两半里面有相连的这个edge呢 就是你的cut啊 像这个呃蓝色的跟白色的cut是2 啊这个白色跟蓝色的分两半 啊中间相连的cut是3啊 啊这个蓝色跟白色分两半啊 你要所有这两半里面相连的这个edge呢 啊是5的cut是5啊 那那我们发现也可以把它写成cube啊 就写成-si-sj 加2sisj啊 那这也是二次式啊 那一样我们可以用框枯的年龄来解他啊 那再一个是变形啊 massima cut的变形加一个 刚刚那个cut的都是过一个边算一啊 那现在每个边角一个加全值啊 那他其实也是可以解的 我们只要把si-sj啊 si是0或1嘛 0表示属于 子集合0 1表示他属于子集合1啊 所以这两个子不一样的时候 那他们表示就是有个cut经过啊 那这个cut经过 我们就把他wait要加上来 而且这个不管是0或1 0-1 1-0啊 把他平方以后都是1啊 通通把他加起来 然后这个加一个负化让他最小 那就是cut的加全要最大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找到这个cut size 最大的三色在这里啊 那依此类推啊 那我们也把他用到这个啊 我们自工系 其实每个学生都会解这个问题啊 tsp啊 旅行销售员问题啊 那我们发现也可以很容易的把他变成cure的形式啊 只是这里比较不一样 他有个目标函数 然后还有一些constraint的这个式子啊 就是每个城市必须只经过一次 而且唯一一次啊 那这个就是constraint啊 所以我们把它也可以写上 Hermittonium的这个形式 让他能量最最小化啊 那求最佳解啊 那这个是本来我最想解的这个啊 因为工业4.0 智慧制造做的这个排程问题啊 叫Share Scheduling问题啊 零工事排程问题啊 就是有一些工作 它可以分成一些操作 它工作的操作可以在不同的机器上进行 但是有一个唯一的条件是 每一个operation 它必须第一个做完才能做第二个 第二个做完才做第三个 一次类推 那要找一个排程 使得最后完工的这个操作呢 是最最早完成啊 就是Max Band 最后一个完工的operation完成 就所有工作都完成了 这个叫Max Band 要找一个排程 使得这个工期最短啊 那这个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啊 但是我们用这个啊 框枪尔尼尼尼尼啊 也可以很轻松的 把QBO列完啊 目标 然后条件列完以后 那就得到解答了啊 好 那以下我们再分享 我的这个啊 结果啦啊 那当然很感谢陈悦南老师啊 啊 有给我们这个breakit的这个一个啊 使用的经费啊 啊 那我们就用breakit 那做了一些刚刚的几个问题的一个实际的实作啊 那我们刚刚那个五个问题啊 我们把它跟传统的计算模型里面的解答来做比较啊 那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找出传统的找不出的更好的解啊 那蓝色的是我们跟他一样好啊 不过我们还不太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最佳解了啊 那这个这有一些很特别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它是optimal solution 而且我们找到了啊 就我把它列列在这里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耗了很多计算资源去找出一个真正最佳解 而且我们也找到了啊 就是红色的啊 蓝色的部分是说有一些最佳解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已经跟古典找出的目前已知的解啊 最好的解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红色的是真正的最佳解蓝色的是目前已知最好的解啊 的意思啊 就是那黑色的当然就是我们失败了啊 像tsp这个难题我们在很多地方比古典做的差啊 所以这个我们还在找出问题在哪里 希望能够啊 我是希望我的学生这个表以后做出来就是不是红色就是蓝色啊 那表示量子退火啊 他这个可以很轻松的把cube列出来啊 那放到退火机里面就可以找出品质很高的这个解答啊 那而且当然速度就很快的啊 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的初步的成果啊 那当然我们还在需要再多一些改进啊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结论啊 我们的结论很简单的就是说啊 呃我们用 quantum annealing啊可以找到 NPH问题的有效的解答啊 而且有高品质跟啊时间很快的啊 啊但是我们发现会有些因素会影响这个解答的品质啊啊 比如说本来这个quantum computing或quantum annealing啊 他就是啊确定格方程里面他其实是properistic nature的啊 啊所以他可能会量子穿碎 但是有时候不见得翻得过去找不到啊 啊QB数量也不够啊 啊所以我们还有 当然还在探讨很多其他的问题啊那这些我希望在 那近期内会有一些好的成果啊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啊 啊所以这个以上就简单的跟各位分享我们的研究心得啊 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姜老师哦 姜老师我有几个问题哦 哎您您请说 可以回到您您的那个几个例子的结果吗 我刚好 好 这个好 不是像就是有一个数字的 这个好 这个 哎对对没错 哎你可以再说一下哦 你说红色那个是你们用dweb去跑的结果是吗 对Dweb去跑的结果 啊黑色的话是说古典电脑的结果是吗 对上面黑色是 这个这个黑色 这这栏啊都是我们用dweb跑的结果 这里没有写 这里其实这些栏都是dweb 那上面这个best known就是目前为止 已知的古典的方法的最佳结果 这样子 OK好 那就是说像古典的比方说 比如说古典的像那个黑色的 比如说P0式 那到底要耗费多少电脑的资源 哦对这个我我学生没有整理出来 通常会比较多 因为他首先他可能要耗掉大量的记忆体 跟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他可能是这个记忆演算法那种所谓的演化演算法 很多迭代才算得出来的啊 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要也要比较了啊 那但是有一些他也有比较很有效的古典演算法 也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不错的结果 所以这个时间的确是一个很关键我们要去比较的 这个我下回会把它呈现的更清楚 好谢谢 那另外一个问题像说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差一点点跟Best Note差一点点 那那这个跟 这个在资工信里面是可以接受的吗 呃像这个嘛这个就差比较多 OK比如说11620跟11611 那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知道Dweb他那样的电脑可能有一些 一些Noise或干嘛那你找出来就是 啊好像是 那这样子说还可以接受的 这个比较难 难去探讨怎么样可以接受 那我我其实一开始我的目标是设定 一定要比古典好 我我我本来的理想我一直以为量子计算 他我忘我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他Noise那么大 因为我做了之后才发现 哎 原来他的Noise很大 所以会造成像这个他其实就根本差很多 差很多对 嘿那这个当时其实我是有点失望了 那所以我再找这个问题可能Noise是一个 好那像其实这边其实它有一个地方是Constraint 因为它不是那么完美的一个 Lost function或者是Code function 它还有constraint的那个项目 那constraint项目它其实是 它不是目标 所以它万一被违背了 它也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可行解 但是假如我们不设这个constraint 我得到的解答可能不是可行解 但是答案可能值很小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单一项 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不容易挑战的 那江老师你们用的DFM是几个QB的 是一开始用到Q2000而已 因为有陈老师您的协助 我们有用到5000个节点的 还是不太够 就是我们 还是不够是吧 对对同学太浪费那些QBits 因为有些formular一列出来 如果假如是0101这种组合的话 它其实有点把它全部裸列了 像我们这个JSP问题 它那个排成时间 假如是到 比如说可以排到1000个time step 然后有100个operation 那它用掉就是100乘1000个QBits 那么大的一个formulation的量 所以其实还蛮不够的 还是不够就对了 还不够 就来用刚刚讲那个problem partition 切割成质问题 那质问题是个别最佳化 但是又把它合并回来 但是那时候其实就跑掉了一些最佳化的特性了 等于是阶段性最佳化合起来 其实不见得是真正最佳 所以也就是说目前Dweb的电脑 你们可以做 就是基本上古典电脑都还可以做就对了 可以目前好像还是这个结论 我们目前顶多在某些case 稍微比古典好一点 而且这些都是小case 就是小的prime size 那像这个大的prime size 我们也没跑出来 然后这个古典电脑也没有跑出来 这个可能都是两边对两边来讲 都是还解不出来的 那那当然期待了量子计算在这边 能够超越 那我相信大概陈老师是在讲这个quantum supremacy 希望那个特质能够呈现出来 那应该不远了 好像又很远 好像又不远 所以这个期待这样子 是 对江老师我们自己用的也是 也是有种感觉就是有点失望 不过就是你怎么讲 就是说用了就知道了 总是有一个概念自己在哪边知道 对对好像快要超越了 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些距离 好 那就谢谢江老师 很精彩的演讲 我今天学到很多 没有不敢当 不敢当 那希望江老师我们继续使用 希望以后听到你更好的结果 好谢谢 我们会努力跟学生一起做研究 谢谢陈老师 好谢谢江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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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拜拜 拜拜